不知道大家為了娛樂 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有些人是遊戲 也有人是追劇 甚至有朋友把運動 當作是自己最棒的娛樂 因為科技的進步 遊戲機業也越來越好 大家就會開始做一些比較 所謂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嘛 哈囉 歡迎來到這次的遊戲聊天室 我是SKY 這部影片 因為我最近有點事情要忙 所以就做了一部 比較短的遊戲聊天室 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次之代主機PS5跟Xbox Series SS 也出了一段時間了 兩種機台除了Xbox Series S以外 應該都蠻缺的 畢竟這台主機的性能 沒有其他兩台 還要來的優秀 所以在市面上 會有比較多的S可以買 甚至Xbox還推出一個 音速小折的銅滾包 雖然冬天還沒到 握起來應該是蠻爽的啦 不過 這台主機卻被索尼中國 大罵是電子垃圾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如果你有喜歡這次的 聊天室內容的話 不妨在留言區分享 自己想要說啥 話題有符合你喜歡的 點讚跟分享 希望大家也可以幫幫忙 在這邊先感謝各位 遊戲機產業 索尼跟Xbox 一直都是水火不龍的對手 有時候索尼發了一個推特 Sbox就嘲諷了一下 像最近要出了訂閱制服務 吉姆蘭前腳才說 不好意思啊 我們家獨佔遊戲 沒辦法馬上就上訂閱服務 後腳Xbox就跟著發 不好意思 我們家遊戲一出就直接上XGP 要不然就是索尼說要讓 PS Pro的生產線繼續跑 避免機台短缺的問題 微軟也發消息說 Sbox不再生產了 全力衝刺 Sbox Series S的機台 都是前腳索尼先來個訊息 Sbox就補個兩槍 當作是大家茶餘飯後的玩笑 那中國的索尼不知道是怎麼了 B站就一位人兄發了一部 自己體驗了 Sbox Series S的影片 分享分享這台值不值得買 影片就是提到 自己本身就是Switch的玩家 所以大部分的實驗就是 以720p的畫面享受遊戲 這幾天終於鐵了心買了一台S 就有720衝到1080的逆天享受 那麼後來呢 這位朋友就在留言區 開了一個投票說 Sbox值得買 或者是電子垃圾 這件事情對一個發影片 是一個很正常的投票 我覺得是互動啦 就是用詞強烈一點 這一個投票系統 如果你有點進去看 誰來投票的話 很快就會發現 有個公眾人物投了電子垃圾 就是索尼中國 再加上他還在下方留言 對應發影片的標題直呼不值得 其實我本來是覺得沒什麼 因為本來就是這樣子 偶爾嗆一兩句 大公司也不會開不起玩笑 可能還會回嘴個兩句 大家哈哈兩笑就這麼結束了 但是中國網友就認為 索尼中國事後把留言刪除 搞得好像心裡有鬼一樣 每個人都跑去朝聖索尼中國 說他們刪的留言就跑掉 特別這陣子機台銷售站 處於高熱化 更容易引起互惠 當然你看到這邊 有些朋友會覺得 小題大作 有些朋友會覺得 索尼格局什麼時候變這麼小了 我的想法就不一樣了 第一時間不是管這件事情 而去跑一查 S跟S 然後還有PS5 三台到底有沒有差 專門評測的Digital Foundry 就有做這一項測試 他們有以不同的遊戲 做出不同的測試 主要會有幾個重點是 當遊戲的畫面 要求不高的時候 差異性就不會讓你覺得有所變化 會覺得 好像都差不多 因為每款遊戲 要求的效能都不同 所以當不高的時候 三台就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是以刺客教條 維京紀元來比較的話 S跟PS5的畫面 表現落差就沒有很大 以內部零件配備 CPU是Xbox Series X略勝 讀取速度是PS5略勝 只是以現階段的遊戲來詮釋 看不出有什麼差別 這個頻道做了這麼多的對比 也只差了一點點而已 但是Xbox Series S就不一樣了 增數跟貼圖 仔細看會有明顯的不同 降數50%的Slow Motion更是明顯 細節則是注意數的陰影 遠景、人物紋理 都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其實就看你對這些要求高不高 這個頻道也很值得各位看一看 那如果我這邊有機會 應該也是會做一次評測給大家看 只是我現在手上是沒有Xbox 所以沒辦法下更直觀的定論 不過Xbox Series S本身就很便宜 如果你本來就對畫面要求還好 或者是禮包裡面恰巧是你想要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嘗試看看啦 當然如果金錢允許又買得到 X或是PS5S 當然就不是你考慮的範圍裡面 而且最近也是頻頻傳出 有PS Pro或是Xbox研發新的晶片 這部分有太多東西要細查了 就是發現有更多的東西值得我去整理 各位還請等一等 抱歉抱歉 那今天影片就短短到這邊結束了 聊天是這次的話題算小 做這片我衍生太多 資料整理得有點不夠 才打算把這一部 我覺得蠻有趣的新聞給大家知道 那麼各位呢 你認為Xbox遊戲機真的有這麼爛嗎 還是這件事情根本就沒什麼 都可以留言跟大家講喔 那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完了 我是SKY,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